大家好,今天我来讲一下电脑的硬盘 硬盘读写速度一般用的单位是 NB-S 它也是8倍的NBPS 等一下会大量的看到这个单位NB-S 首先我来讲最快的电脑的 NVME硬盘 也就是这一个西部硬盘 它是SN850的型号NVME 它是走PCIe Gen4的 它的最快的阅读速度是7000 NB-S 然后与它对标的是三星的这款产品 它也是一样的 呃7000 NB-S 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这一款 这是一款插在 PCIe槽上的 就是当你两个NVME的接口全都用完之后 你还可以再加装额外4TB的 插在PCIe槽上非常快速的一个 呃SSD 它就是 这一款 AN 1500 它的读取速度在 6500NB-S 然后比它再次一点的我们就会看到是 西部硬盘旗下 SN750 然后它的速度在 3400 NB-S 跟它对标的是这个三星的EVO Plus 它的速度在3500NB-S 然后比三星这一款再要次一点的大家都会看到是这一个 呃直接没有Plus就直接EVO 然后它的速度是3400 NB-S 它跟那个Plus差是差在它的 写的速度这个写的速度就只有2500NB-S 但这个写的速度是3300NB-S 我自己电脑用的就是两根ETB的 呃这个970EVO 然后我自己感受不到任何 在打游戏时候跟编辑视频时候的延迟 其实 它 它的读取速度比 最快的这个 西部硬盘7000NB-S 几乎就慢了一半了 但是 感受上面 几乎是感受不到的 然后我们 可以看 比NVME要慢的就是SATA SSD 它的读取速直接就少了个0 560NB-S 这个我电脑用的这个还要再慢了接近6倍 不到一点点 然后比SATA再慢一点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HDD的硬盘 这是一款 CGATE的4TB HDD硬盘 它的 阅读速就是1900 直接就是比 SATA硬盘还要再慢了一倍还要多 是 跟 最快的那个 7000 NB-S 简直就慢了 30倍可以说 30多倍 但是它最大容量可以到14TB 它14TB的这个读 还会更加快一点 这个读取速度好像还有点不一样 它的 就 它的优点就是容量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NVME 最大的这边做2TB 然后这边也是2TB 我前面还看到了一个4TB的 呃 不是这个 这个NVME我前面还看到个4TB的 然后 说 其实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NVME确实有太多优势了他 你要读取一个游戏 你要 你要读取一些 视频 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读写速度 远远的超过SATA SSD跟 那个西部硬盘或者 这个Seagate的 HDD 但是价格上面也是 有非常不一样的 有非常大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HDD 要买RTB的话 它价格才69 但是这边的RTB 可以看到是400 如果说 那CD 加上散热的话 就会要到500 这简直就是翻了5倍 这个价格也非常感人啊 为了缩小一点点 价格非常感人 这当然还是 对不对 自己 看一下自己的钱包在买了 有些时候读取速度 没有这么重要了 在价格面前 好吧 所以说 我自己也就只取了一个 中 就是中等偏下的方案 这个 这个最好的方案实在是有点贵了 包括很多 现在的主板 他们是自己会配 散热条的 他们会有散热的铝片 会 就是压住这个NVME 呃 内存条帮助他来 帮你散热 呃 这其实就可以等于说是免了这边这个 100块钱了 379 377 就等于说免了这么100块钱了 就是 有朝一日 呃有钱了 当然会去买这一款 会去买一个好的 这样的话 读取速度还会再更加快一点 好 我的视频今天就做到这边 希望大家 都能够有钱都能够买最好的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